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总共设计了两台并且跟好机友一块开上了路 这着实吸引了无数路人的眼球 甚至有人提出要上车体验一下 不过没得瑟多求 这两辆积木做的跑车便被交警给拦了下来 并警告他开这样的车上路是非常危险的 在我国还有一辆比积木跑车更炫酷的跑车 名为Sbilinter 这是由热爱跑车的台湾艺术家林士宝 用2500部手机拼装而成 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尝试了 据了解 这位大叔制作这辆跑车总共花了四年的时间 这四年间他用20万元先后收购了2500部二手手机 并按照手机的颜色大小分类贴满了整个车身 甚至连车轮骨都是用手机贴出来的 在车展上尽管身材火烂的车模一直守在这辆旁边 然而却丝毫没有这辆跑车抢眼 就连专程赶来车展欣赏车模的人都被这辆跑车惊艳到了 据了解 这辆车不仅造型大胆抢眼 而且还能够上路 它的马力高达700匹 最快的时速甚至能够达到360公里 不过话说回来 这辆跑车在路上难道不会掉手机吗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